台灣一架客機星期三在暴風雨當中墜毀在西部沿海的地區 已經證實有48人離難 台灣官員星期四為准許這架客機起飛進行辯護 台灣民航局副局長李曼妮說 當時條件符合航空安全的要求 其他飛機降落也沒有問題 星期三晚間 台灣復興航空公司的這架客機 在澎湖島馬公機場附近第二次逼降的時候 墜毀在一個居民區 這架ATR-72雙引擎客機上有10個人受傷 被送往當地的一間醫院 地面有5個人受傷 有關官員說 機上兩名法國醫科學生遇難 其他遇難者都是台灣人